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债息时续攀升 导致连跌两天 昨晚看到有传出人行出手促进民企借泰融资 中概股指数升超过3% 恒指日期升至259 稍后会问Candy如何看外围的消息 究竟是否影响大不大 以及港股方面的走势怎么看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讲到你的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市场继续评估美国信用评级被降的影响 并且等待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美股星期四未止跌 道指曾经跌过百点 西欧市反复跌66点 报35215点 标指年跌第三天 回吐0.25%报4501点 纳指跌0.1%报13959点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 阿克曼高调晒场债淡仓 就说正是大规模沽空三十年期国债 已对冲长期利率上升对股市的影响 美债价格下跌 债息上升 十年期债息一度秋高12.3个基点 直撲4.2厘关 见9个月高位 招点美股 Tesla升2%报259.32美元 苹果公布业绩前股价跌0.7% 亚马逊业绩前升0.5% 卖收市后 苹果公布第三财季售类产品收入下跌 研发开支大增 但顺利仍然增长2.3% 苹果的营收都连续三季下滑 管理层还预测 今季仍然难有改善 苹果股价盘后受压 至于亚马逊第二季营收超预期 业绩转规为盈 第三季指引都超预期 盘后股价曾经抽升一成 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美团和京东 给本港收市升超过2% 阿里哲宣报95.23 腾讯哲宣报348.28 给本港收市升1.8% 而港交索升1.6% 比亚迪都升超过1% 而汇控ADR自算布64元 给本港收市价升1.8% 而港交索升1.6% 比亚迪都升超过1% 我们来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是暂时靠稳的 35371点 升至59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是32184点 升至25点 南韩市微微下跌2点 澳柳市也靠稳 但升幅相对是小小的 0.07%至0.05% 看看恒指亚期的表现 如是适当港股有机会是高开的 黑期升了三百多点 我们先和Kennie谈谈外围的最新市况 美债息这几天都是升 正纳继续上升 而美股来说尤其是纳市 都累积了不少升幅 加上美股的业绩出到来 表现参差 有些都是挺好 超过其他 但有些是 大家看到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都下跌 其实整个情况 看看美股会否借势 都继续调整 美债息的趋势 会否趋势 影响有多大 没错 近段时间 美股的走势 相对比较反复 始终前段时间 都是逼着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随着美国主权的评级被下调了 我想市场对于这个因素 暂时都仍然在消化当中 我自己预计这个因素 对美股带来的影响 就未必是很重大 因为看前一次被下调 我相信短线影响的时间 有机会是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 至于市场全部消化 可能是要一至两个月 如果借減2011年那一次的事件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就未必会为市场 带来很大的震荡 但始终在这个忧虑之下 不多不少 投资者可能都会对市场波动性 暂时采取一个先行回避的态度 再加上美债息抽升的情况之下 我想无论对于美股也好 或者对于其他的亚洲市场 新兴市场 我觉得影响一定是偏向比较负面一点的 当债息抽升的情况之下 在不利于资金 就是流入在股市里面去 但我自己相信 美债息 我又觉得未必会一直维持住 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始终如果在未来 就是通胀持续 有一个回落的趋势 再加上如果下半年 都是正式结束这次 假设周期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对美债息 未必说会带来一个很长远的支持 所以我自己看美债息 就是中长期 或者说本年一年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大致向下回落的趋势 作为主要的 所以我相信美股短时间 有机会经历一个整股或者调整 往后的时间我相信 都仍然有机会 就是再升回到之前那些高位 再加上这段时间 包括美股業績期 其实大致上 我觉得不同板块的表现 都是比较对板 再加上美国总体经济 在前期公布第二季 也是比市场预计当中要理想 现在市场预计第三个可能的经济增长 有机会比起原先的预计 是更加之强 那变相令到美国衰退的预期 或者时间 我想有机会都会看得好一点 或者觉得未那么快会来到 至少我觉得 对于整体外围的环境 都会带来一个利好的支持 那我听你的 我问都其实不需要太过看得淡 起码之前可能美股强势 你觉得有机会 其实都未打破 那个情绪的气氛 以至走势 那如果港股方面又怎么看 我先总结 因为港股上的表现 再问Candy 你怎么看港股市况 和部署是怎么样 现在 经历了星期三的大跌之后 看见港股昨天都略为喘定 虽然都是向下的 但行指全日反复跌了96点 補19420点 成功1,011亿 汇丰未止跌 和阿里一起跌了2% 百威亚太业绩之后跌4% 长获诚实业绩前跌超过1% 新能源车股 逆市做好 蔚来升超过7% 小鹏升至4% 恒大物业服牌之后下错超过4.7% 看看北水盘路 港股虽然三年跌 北水盘路 其实都是趁低继续挽货 全日录得34.2亿淨流入 个股方面 北水资金主力也是买腾讯 股份级4.9亿 快手和中移动 分别是录得2亿8千万 和2亿6千万的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汇丰和中海油分别走资3亿 和1亿7千万 继续和Kenny聊聊港股市况 其实看到最近都回了下来 当然人民币也有弱番的情况 外围那边 大致美国的降评级 大家可以看看 究竟影响会不会继续发酵 港股回了三天 本来昨天都跟你谈 今天我们要不要说 其实市场对于国策的憧憬 是不是已经减弱了呢 昨天又有些 算是市场觉得 都正面的消息出来 就是说 银行召开一个 金融支持民企发展座谈会 说要推进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第二支箭 去到国融增量 但没有谈及规模 又提到说 要满足民营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 看来大家当期待 或者那些政策会不会陆续有来 或者多些表态出来 有什么实质的措施 最新的消息出来 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到 港股市况又回稳呢 我相信近段时间的市场 都会一直留意着 内地在政策方面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消息 伸出来 我相信整个8月份 甚至乎第三季 这个趋势都仍然会维持着 这个也是之前 前段时间 港股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反弹 最为主要的因素 所以在未来都陆续有来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相信港股 就未必说会做得特别差 虽然看到港股前几天 就曾经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调整 特别是第一、第二天 跌幅是比较急些些 昨天就有一个 充高回落的情况 但总体上 我觉得以这一次的调整幅度来看的话 相比起前一段时间 港股累计是升了有差不多2000点 我觉得这个累计的调整幅度 相对仍然比较健康的 同时我们看到 4月份恒指最高的价格 就是20,088点 6月份最高就是20,000点 如果拉成一条直线 就是形成一个下降轨来看的话 恒指昨天的收市点数位 刚刚就是处于之前 下降轨的顶部附近 也就是说 如果恒指可以在19,500 附近站得稳的情况之下 也都反映着港股 就未必再短线跌入去 那个下降的风度之中 这个信号我相信 都是对于前一段时间 这个反弹的肯定 我自己看回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包括刚才所说的外围 其实总体上的影响是偏向于利好 再加上内地投资者 都是持续对于一些 角策出来支持 经济 大家都有憧憬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港股在往后的时间 仍然有机会是继续向上 或者说这一次的反弹 是未完全结束的 同时看到在市场活跃度方面 我们都看到 自从在7月底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活跃这个资本市场以来 无论港股也好 或者国内股市也好 我们看到那个成交量 其实出现回升的态势 其实都颇为明显了 这个也是一些金融股 做得行的 相对比较理想的原因 所以预计在投资者的信心 相对都已经是 由了恢复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港股 经历了前段反弹 现在调整又已经是 差不多去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位置 我觉得往后港股 都仍然有一个反弹空间 整体8月份来说的话 我觉得港股 是有力是20800点的 那当然短线的目标 是先看看20800点先